這樣保證使用者在輸入資料的時候不會幫你亂輸入 因為他就點下去選嘛 對不對 選的一定不會錯 但是自己打的話很容易打錯 即便是一個錯字對你將來在檢查資料花的時間比你輸入資料還多 那你就會覺得 所以儘量用這種方式避免錯誤啦 所以像之前有同學在別的地方上課他是什麼公外局員工 他說以前他們有其他同事他是負責收集資料的 其他人是要填資料就每次可以亂填 他每次光檢查的時間就花非常多 後來他學了VBA之後 他就把我所教的方法 設計一套東西給那些年紀比較資深的同事 後來他發現 回來資料都很正確 而且他就不用再花太多的時間去檢查那些格式 在把我所講的自動化方法 用上去 現在這等於是 工作就非常的愜意 因為很多時候就按按鈕 結果就出來了 然後老闆要的報表 就印出去了 哇多好 感覺這次 感覺這工作就越來越愜意了 相對的 你又不要多的時間 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或是說你可以再多學一點東西 那這樣的話 以後 工作上的競爭力就越強大 OK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選擇什麼 清單 來源是 F3 選什麼 編號比較好 對不對 那以後的話 清單的來源就是從編號過來 按個確定 下拉 選 下拉 選 有沒有 就很方便了 真好 以後你有編號 這樣子做一個就好了 那再來的話 就再把什麼 這個範圍的資料 把它跟資料分開 也就是說 最後你們 記得就是說 把這個lookup 這邊再插入一個好了 這個叫做 查詢 查詢界面 因為一般說真的啦 很少會把資料跟查詢界面放一起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再分開來查詢 查詢界面好了 比如說這個查詢界面 一般叫簡稱叫UI UI然後括弧 這個UI用什麼 用lookup up的方式來做的 然後呢這個把它搬到前面好了 以後 直接一開起來就在這裡 那我就把這邊 多一個 空白欄跟多一個空白列好了 把這個範圍 把它剪下來 這個範圍剪下來之後 再貼到查詢界面 把它貼上去 有沒有 然後呢自己再調一下寬度 調一下寬度 OK 好 那再來 其實你會發現 因為我們用的是名稱 那名稱 就沒有 工作表的差別 反正你任何工作表 他都可以去查到 對應的 這個範圍 所以基本上貼上來之後 其實應該不會跑掉了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做完就類似這樣 就很方便了 所以以後呢你只要有 類似的 需求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來做 那這樣的話 這邊怎麼樣 就可以倒資料了 對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以增加 你要的東西了 你要查 以後就可以查一下就好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